- Always be there 博朗咖啡 - 赵氏司机朝着过失致死罪来侦领一万交保 - 赵氏司机开车开到睡着酿成了一死一伤 - 所属的三重客运就输了 - 赵氏司机坐六胸衣 - 每天恭喜是七个半小时 - 开车没两个小时一趟 - 就会收起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钟 - 没有超时问题 - 好 不过现在台北市的公运处 - 还是要开发九万块钱 - 也会持续追查到底有没有司机过劳的情况 - 最新的这些画面曝光了 - 我们看到事发之前 - 驾驶的确平平在点头打瞌睡 - 直到猛烈撞击之后才回过神来 - 当下甚至一度还不知道自己床下打破 - 高雄凌晨发生街头砍杀事件 - 有一个吴姓男子跟蔡姓男子两个人受人委托来协商债务问题 - 但是一言不合之下起了冲突 - 双方在街头飞车追逐 - 吴姓男子这一边十几个黑人先蓝车再砍人 - 造成了蔡姓男子这一方两人受伤 - 其中一人手臂被砍车醉闹事的事情又一桩 - 是之前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附近 - 有一个罪汉 - 他搭了计程车 - 却在等红登的时候突然跳下车 - 开始骚扰旁边的女骑士 - 多次把脸贴近女神 - 在女骑士的耳边还出言恐吓 - 警方到了现场之后 - 他更失控了 - 当街托杀的上衣 - 打赤膊跟警方扭打在地 - 最后直接被尚靠压制 - 关心今天早上九点多位在新竹 - 金国路跟大溪路口发生了 - 脚踏车跟搜旅车碰撞意外 - 当然搜旅车的这个绿灯起步 - 穿越马路横上突然出现 - 有骑脚踏车的老窝 - 搜旅车当然反应不直接撞了上去 - 没有想到造成老窝连人带车 - 喷飞倒地 - 更多详细状况 - 连线记者胡小恒 - 高雄发大财是真的吗 - 我们来看到网红四茶毛刘雨 - 分享了台湾YouTuber的聊天频道里面 - 直播主被赞助 - 就是斗内的排行榜 - 看到前20名当中 - 竟然过半数的直播主 - 是支持前系长韩国瑜的韩粉直播主 - 第一名的是陈品宏 - 已超过190万的赞助金额高居冠军宝座 - 再来看到的是高雄的林小姐 - 被斗内了165万 - 还有个高雄的历史歌也很高 - 一个捐捐是高达了147万 - 江湖有116万 - 刘雨就搞笑地问大家说 - 只要拿出自拍棒来追函 - 国瑜直播几时长的造势活动 - 就被斗内进200万 - 人们觉得站错边了 - 而且这个排行榜的数据 - 只有计算聊天室的斗内 - 如果用别的平台来汇款的话 - 总收入是更可观的 - 反观返航的一方 - 我们来看到是馆长只占了第10名 - 三Q哥是第69名 - 然后网友就开玩笑说 - 原来发大财不只是口号而已 - 网红经济非常的行 - 但是在报税上面 - 网红也有很多细节是要注意的 - 好不论是你拍趣味影片 - 或是销售一些商品 - 或是接受赞助代言 - 要有一个原则 - 每个月销售劳务高达了4万块钱 - 或是销售货品达到8万元 - 都要设立营业登记 - 但是网红在平台上面 - 斗内的排行榜数据 - 只计算到了聊天室里面的 - 实际赚的钱是多少呢 - 刘少到哪里去 - 如果再扯上建计的话 - 恐怕是有走在灰色地带 - 什么叫林北 - 结果你关心政坛风暴 - 是立委被控收受贿赂 - 北院认为有三个有积压必要性 - 但是因为他们三个都是现任立委 - 必须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- 现在看到北院在凌晨的4点40分 - 罕见的紧急派车 - 由法警送韩文到立法院 - 但是其实立法院的保警 - 他没有收受的权限 - 后来又在早上8点中再送一次 - 好我们来看到立法院长游锡坤 - 出面就宣布说党团协商的结果 - 通过了许可积压这些台湾县政史上首例 - 不过我们看到涉滩的几个立委 - 依旧是不见罪的 - 现在看到立委苏正清他还酬情说 - 当年考英文的时候的联考是考了零分 - 外语不好他不会逃到国外去 - 好廖国东则是被检掉发现 - 他联手苏正清一起来施压官员 - 亲子收了790万 - 相较之下陈超明当时只打了一通电话 - 给经纪部长选荣金 - 就收费100万元 - 好现在喊冤自己是清白的 - 被检方批评这是平行时空 - 另一方面立委赵正宇目前是无保请回 - 但他的助理林扎齐 - 杂贼赵正宇的名义 - 诈出了1100万元 - 是整个案件当中收费金额第二高的 - 也被说是最贪的助理 - 白手套郭克敏已经认罪了 - 但是还是变称不知道这些钱是汇款 - 只说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- 目前裁定百万招保 - 定罪这个事情比较特殊一点 - 由于说宪法的监修条文第四条 - 特别规定说 - 立法院的汇期当中要拘禁立委的话 - 需要经过立法院的许可 - 早上的时候最新消息是立法院长游希坤 - 进行了朝野党团的汇商讨论 - 最后是云以许可积押 - 因为他自爆遭到骚扰跟踪 - 但你关心国际焦点 - 这是美国的媒体跟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- 抛出了金融界震撼弹 - 他们取得上千份的外流文件 - 指控过去十几年以来 - 许多的国际金融机构都默许了 - 可疑或是非法的资金流动 - 相关的金额甚至高达了 - 大概台币六十兆 - 包括了汇丰 - 包括渣打跟德意志银行 - 都被点名经常涉及犯罪 - 或是贪腐相关的资金流动 - 只有德意志银行更是占了超过六成 - 相继曝光之后 - 欧股跟美股开盘都相继暴跌 - 突然过在二十一号 - 举办了成立七十五周年的纪念峰会 - 我们看到习近平呢 - 他说武汉肺炎是对整个世界的绝佳考验 - 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可不是这么想的 - 谈言对习近平真的很生气 - 痛痞做是因为中国隐匿实情 - 才会让疫情在全球大爆发 - 平反扰台 - 我们看到从16号开始侵扰我方的西南方的空域 - 军事米星连续七天时间 - 记录下了空军的广播驱离 - 更多的详情连线介绍刘成熙 - 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也是持续紧张 - 有网友在推特发布了一段疑似 - 是被派到中印边际解放军痛哭的影片 - 好 这题文还写下 - 是被送去当炮灰引发热议 - 因为印度有5架的战机 - 阵风战斗机 - 在10号正式服役 - 并且在中印的边境进行了试飞 - 印度的国防部长的新合作说 - 这是向对手发出的枪烈讯息 - 在美国内华达州的51区 - 从以前就有着生命外星人的传言 - 最近说有人发现会动得16公尺高的外星机器人 - 外星被说呈现一个巨大人形模样 - 带您一起来看 - 台北市有一家小吃店业者 - 在上个月无预警停业了 - 让员工是措手不及 - 还人爆料被欠了三个月的薪水 - 没有想到老板是一再缺席了协调会 - 跟着老简的老板就说了 - 店里面有财务上面的损失 - 在奸绍水落石出之前不发薪水之外 - 还一口气够了22个员工 - 您的收看我是陈璇 - 我们再会 - 还一口气积物过来 - 两句话 - ừa看 - 爹 谢谢大家